以古堡加商為主體的新北市隊 在一零九年王貞智盃輕棒冠軍賽 打敗以平鎮高中為主體的桃園市 拿下冠軍 也斬斷了桃園想要延續連霸的美夢 而在歷經黑豹期 木棒聯賽 幾次在決賽引恨之後 古堡加商終於在最終舞台的 宿敵對決中成功勝出 其中火球男潘文輝後援登場 兩局投球完全壓制對方打線 表現相當亮眼 整個就開心啊 放鬆放下 因為前面幾次三個大賽 都沒有贏他們嘛 這次一定要逃回來的 終於贏這一次 就是因為等這個冠軍 其實也等蠻久 因為前面比賽一直輸 輸平鎮就覺得說 應該要逃回一面吧 因為我們跟決戰團的想法都一樣 所以我們終於逃回來了 因為接下來的玉山盃有年齡限制 這場冠軍賽是五位古堡加商的高三球員 高中生涯的最後一場比賽 先發普手林承勳就是其中一位 而他也在六局上 用左外野的深遠長打 敲下球隊的智勝分 他也表示 接下來的目標是中華之邦 我自己也知道我高中最後一個比賽 然後也是最後一場 然後剛好我想說還有機會 然後就把握一下 然後因為那個也是最後一個打戲 然後也做一個完美的結束這樣子 我是有醫院投入中止學校 之前去Nike學營 然後遇到朱利仁小豬成敗 跟張敬德阿德成敗 然後又私底下也會聊天 然後就問一些事情 怎麼去讓投手更有自信心吧 然後去帶投手啊 然後讓投手更有穩定的感覺 積極的跟吉利吉堂拱冠 張敬德等有旅外經驗的學長們 討教場上狀況 林承勳為了接下來 可能展開的職業生涯 積極做準備 至於這學生生涯的最後一場比賽 用關鍵一級跟隊友再拿一座冠軍 想必也會讓他接下來 對於自己的職棒路更有信心 我來提供黃金桶李悠謙 采訪報道